尊敬的市民 尊敬的选民 大家好 我是一号候选人柳玉成 我这次出来 就是要给选民多一个选择 多一种生意 与港岛区选民一起共同追求民主的影响 追求民主 就是要追求真民主 不要假民主 要拼命民主 不要贵族高光的民主 坚决反对光善勾结 废除强激金 实行养老金 失业金 建立全民医疗保障 争取福利的权益和儿童的福利 谢谢大家 请支持一号 真民主的一号 柳玉成 请开始 各位市民 我呼吁你们跟我一起救一救香港 过去十年两大政团 因为政制方案的问题 就过你死我活 但是民生问题只是配角 如果我当选的话 我情愿做一个磨心 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是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我需要十五万票支持我 如果我当选的话 我是很着重教育的质素 我会为中产提出减税 增加康乐设施 我也会为草根阶层 增加多一些就业机会 和改善医疗服务 但是我需要十五万的游离票 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 很留心听我们的辩论 然后选择一个新人 为香港服务 我是二号里面见 多谢 大家好 我是萧思江 我的政治理念 就说了很多了 我的选举邮件 也都给了大家了 我现在用一个最简单的动作 是表示我的政治理念 我的政治理念就是这么简单 饭碗高于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香港人 是不可以独立生存的 一定要靠别人的投资 别人投资我们才有饭吃 所以我们要保持稳定 才有繁荣 在政府的政策方面 就不要和政府抗争那么多 要支持政府 除非有些大的错误 要不然我们要包容他 大错当然是不可以包容 我要说的是这么多 饭碗万岁 多谢 请叶楼素如开始 香港岛区的选民 我想说的就是民主没有专利良心 人人有 今次立法会普选 很多候选人都说要推动民主 搞好民心 这是一件好事 但要说得出做得到 我有信心我会做得到 因为我会致力谋求共识 和有能力有效沟通 良心不仅是一种姿态 要表履合一 言行一次 刚刚结束的区议会选举 选民选的都是理性无实 真正为市民做事的人 那些知识叫口号 搞对抗的人 是会被淘汰的 我有信心今年的立法会普选 选民会理智 选出一位坦诚坚定 真正为市民做事的人 请支持我 4号叶楼淑然 多谢 各位大家好 我是5号蔣志伟 为什么要选我 因为我们香港人 每次都可以从劣势中振作起来 每次也可从落后中迎头赶上 我只是参与其中的一分子 我的参选正体现香港人 不屈不撓的精神 也是勉励年青一代的新动力 仲言强敌当前 也毫无巨息 我畜生基层 和几百万香港人的成长都一样 香港不是需要一些政治贵族 而是需要一个不畏权贵 有勇气 有胆识 有承担的人 在议会里面 代表大部分基层 和中产人士的声音 我就是这个人 我冲心希望港岛的选民 给个机会我 假如我当选 我将会是一个 永远不会令大家失望的议员 多谢 大家好 我是6号 林维云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 我没有背景 没有资历 也都没有政党 我有的只是一肯热成 和一股傻奸奸的憧憬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为香港市民奉务的真心 都曾经有一位记者问过我 我的形象好像没有什么突出 我答他 我不希望大家只是留意我的形象 而是慢慢去体会我的真心 所谓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 如果大家能够体会到我为香港服务的真心 请投网6号令维云一票 奇迹是由我们普通人所创造的 就让我们一起创造奇迹 多谢你们 各位市民 今晚的论坛在遮打花圆举行 令我感触良多 殖民地的时候 遮打花圆是特权阶级的木头场 但是今天已经成为香港人 争取民主 维护保障我们的权益的地方 这里是有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还有有集体回忆 有香港人的奋斗和希望 目前我们面对社会很多不公义的问题 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普选 才令到政府切实地体现市民的诉求 今天大家应该为争取普选 为自己为下一代奋斗出来 请投我一票 陈方安生 各位市民 我是8号河内 为什么要选我 因为我是一个独立人士 因为在过去几年来 我一直都帮香港和我们香港的市民 在做很多保育工作 无论在教育、生活、环境、文化方面 我都有几年的经验 在公众服务上 我想大家需要在我们选议会的时候 选一个什么的人物 进去议会 他不需要一些很庞大的丢丢丢 但他支持他们 都可以在议会中 争取市民的权利 我想这是你的选择 我是8号河内 多谢